好 首先這台是2017年的KUGA 我們在2023年的11月25號 我們一位莊先生購買的 我們在11月25號的時候交車給莊先生 當初交車的里程是62000公里 大概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莊先生反應沒電了 後來接電有啟動了 我們馬上請莊先生在12月2號就隔天 把車開回來讓我們做檢查 12月2號莊先生開回來之後 我們就檢查這個電瓶 測量電壓 還有測試這個靜電壓 也就是說在不發動的狀況之下 它會被吃電 然後這個靜電壓沒有異常 大概放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量測這個電瓶 量不到那個內電主 那之後我們就在當天 換了一個新的電瓶給這個莊先生 那莊先生就回去了 那關於這台車的那個交車的 電瓶電壓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交車之前也有量測過兩次 我們交車前 我們有委託一個第三方的一個驗證 車顧問 他會幫我們做交車前的QC總檢 他們的檢查表上面 有用他們的儀器去量過電瓶的電壓 他們那時候量測是90% 交車當天我們也跟莊先生在現場 我們也用我們的儀器量測給莊先生看 那時候量測是100% 兩台儀器是不同的 那之後又過了兩個禮拜 12月15號 莊先生又反映 右後的輪拱有一點間隙 好 那我們也請他在下一週 12月23號回來 我們重新幫他把他所謂的間隙的地方卡扣固定好 好 之後呢就一直到了2024年 2月15號車主反映說 這個車子他放了兩個禮拜沒有開 又沒電了 其中又有開長途的桃園台中彰化往返 但是呢他覺得說 我有跑長途應該是要有續電的對不對 他覺得奇怪 為什麼這個老師有這個電的問題 好 那我們當然再請他馬上再回來 在2024年的2月17號 車主又開回來給我們 我們幫他送去原廠做檢測 發現有一個這個智能系統的故障碼沒有消除 那我們就請他留車 所以在2月19號的時候呢 我們就透過了一點點關係 去查詢一下原廠的記錄 為什麼我說透過關係 因為原廠是不能讓我們去查他之前的記錄的 他之前的里程紀錄發現是不準確的 這台車在2022年的時候呢 里程就已經18萬公里 所以這台車是一台經過調表的車子 我們當下就馬上跟車主做一個反應 並且表明說呢 我們願意這個負責任 就是他跟我們買多少錢 這三個月的時間 我們就是照他當時跟我們買的價錢 還有他裝的配備花了多少錢 我們就全部原車價跟他做一個回收 那當時我們是這樣子覺得啦 這個當然不是我們調的嘛 因為2022年就已經疑似有調表的狀況了嘛 那當然我們是希望跟莊先生 把這個問題處理好之後 我們再來跟我們的上一手 甚至上上手 來處理這個里程表的問題 因為也許有可能有機會要走到 訴訟的狀態 那如果說這個車 我跟莊先生還沒有理好的話 那可能到時候 大家都要混在一起處理這件事情 那當然啦 我們也不是說 強迫說你一定要原價賣給我們 莊先生如果不願意把車原價賣給我們 要來告我們 我們也是無話可說嘛 隔天呢我們又收到這個莊先生回覆 他的意思是說 他從看車啦 回來維修 他有花費一些路程啦 時間等等 如果只是原價回收 他是不能接受的 後來我想想也沒有錯啦 你如果覺得這個浪費了你的時間 我們也是很抱歉 這個我們就再包18000塊的紅包 希望莊先生能夠接受 讓我們做一個回收 好讓我們繼續處理下面往後的事情 好那莊先生這個就欣然接受了 那我們在22號 我們就主動到車主家 去把這個所有的錢 退還給車主 加上18000的紅包 好那隔天23號 我們就完成車輛過戶 好所以這個車子 現在已經又回到我們的名下 其實莊先生沒有要求 我們要拍這個影片啦 只是我覺得有一些疑慮啊 可能要跟莊先生做一下回報 他裡面有個抱怨就是說 我也是小事的觀眾 因為我們口碑好 所以莊先生才花大把的時間跟金錢 來細止買車 很難接受我們去說 我們也是受害者 那確實啊 這不是我們調的嘛 所以當然我們也是受害者 他的意思是說 相信你們的專業 不可能連調表車都沒有辦法判斷 那請問一下 相信我們的消費者的保障在哪裡 那我們在第一時間做反應 跟做回收跟做處理 就是跟小事汽車買車的一個最大的保障 至少說我不是不理不睬 甚至這個隱蔽事實 那第二個他說早知道呢 我就要找第三方的公證 那我在這邊也澄清一下 目前沒有任何一個第三方的公證 是可以公證里程數的 包含這個莊茵的驗證啊 他們也是不驗證里程數的 當然啦我覺得這個事情啊 我們客戶遇到這個事情 有一點情緒在裡面是合理的啦 那其實我們當下立即的反應跟處理 就是跟小事汽車買車最大的一個保障了啦 今天無論是三個月才遇到還是三年後遇到 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第一時間一定都會處理 我們絕對不會去逃避啦 為了一台2017年KUGA沒有多少錢 要去影響我們招牌商譽是不可能的 好再來第二個 他說難道你們的專業連里程都判斷不出來嗎 那其實我們每一台車進來 都要經過好幾個不同的關卡去做鑑定 這台車其實我們不是我收進來 還是我們採購人員買的 那事後呢我再來做一個檢查跟驗證 說實在的以它的內裝的狀況 引擎的狀況 我坦白說是有一點看不出來有18萬的一個狀況 好那這個車呢現在一直在我們店裡面 我還沒有處理 這車沒有跟上手上上手處理完之前 我是不會把它處理掉的 如果說有消費者你覺得不可能 我歡迎你們來現場可以給你看一下 跟你說這台車開18萬公里你一定不相信 可能很多東西他都換新了 或是他經過某種程度的修飾了 但是呢不管這個車是不是我買進來的 只要是我公司出去的我都不會逃避 我第一時間一定是會處理的 好這個雖然我們鑑定過後呢 對於板件有沒有更換 對於基建部分我們都做一個鑑定 而且這個里程的部分啊 我們也都上監理站的網站去查詢是正確的 2017年的車子 它2022年要第一次驗車之前 它就去調里程 所以它的里程監理站的紀錄是正確的 那我們的每一台車進來 我們都會去做里程的查證 也就是監理站的里程查證 觀眾朋友你也可以到我們的官網去看 我們的官網每一台車在賣的 我們一定秀出監理站的一個 驗車的一個里程數 據我所知 非常少有二手車行 會揭露這個公路監理的一個里程查詢的 但我們很早 我們就開始去揭露這個事情 那再來一個原廠紀錄 我剛剛講了 原廠紀錄它因為各自法的關係 它是不能明目張膽的查的 所以說我們都要偷偷的透過關係去做查詢 當然這個事情如果讓他們的公司知道 也是什麼違法 所以這個部分呢 也非常抱歉 我們沒有辦法每一台出售的車 都到原廠去做查詢里程 那這一次的KUGA是因為我們覺得 不合理不尋常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情 莊先生的疑慮第三個就是說 拿到這一台車 它的鑰匙啊晶片啊電腦啊等等 都沒有記錄它的里程數嗎 那這一點我相信莊先生可能是上網研究 或是莊先生的朋友跟他說的 那其實呢 這個里程數的記錄啊 在進口車 尤其是這個雙B啊奧迪 才有這樣的一個狀況就是 你的大燈的晶片 你的行車電腦 變速箱電腦等等 電腦裡面會燈載上它的原始里程數 但是呢 KUGA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去跟原廠做詢問了 這以下是原廠告訴我們的 他說他們如果連接電腦 所有里程資料是直接傳到雲端 所以插電腦呢 不會知道這台車里程是多少公里 還是得經由原廠電腦內部的記錄 登載的保養記錄去查證 才查證的出來 好這個是第三個 莊先感到疑慮的地方 那我在這邊呢 也一次跟莊先做個回覆 那最後呢 當然我們跟莊先這部分 已經圓滿的處理好了 那也非常感謝莊先 寬宏大量 讓我們把這個車回收回來 那在這邊也先跟莊先 獻上一個最誠摯的道歉 莊先 非常抱歉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地方了 首先 這個車回來之後呢 我們就去查證了 我們上一任車主 賣給我們的車主 我們在給我們的資料上面 有查到一個 他當時交車的一個保固手冊資料 他在2022年的4月份的時候 去啟動保固上面的 所登載的一個里程 就是他跟二手車商買的 他在2022年的4月24號交車的 保固手冊上面的交車里程是 42,343公里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前一任車主 賣給我們的這個車主 他在二手車行買的時候 就已經是 調表完成了 所以呢 首要的 我們當然就是要去找上一任車主嘛 因為是他把車賣給我們的 這當中還發生了一個巧合 我們的上一任車主 當初2022年的時候 買車的時候 是在新北市的一間車行買的 賣給我們這台車的這輛車主 是一個香港人 那非常巧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 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有拍一個 你要賣多少影片 是一台 Lessus R3300 R350的一個影片 有一個香港的觀眾 來賣我們那台車 也是一樣 經過調表 然後呢 他也是在新北的這間車行買的 也就是說 這兩個香港的觀眾 來賣給我車的觀眾 他們都在同一間車行 買到調表車 我真的懷疑他們是不是朋友 但不是喔 但他們不是朋友 我那時候是說 這車行怎麼那麼丟台灣人的臉 人家外籍人士 來我們這邊買車 結果買到調表車 我當時我記得我一定還有這樣講 但是呢 這一次的事件 我忽然思考了一下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 其實 前一任車主 在買的時候他就知道了 搞不好人家有跟他講 說這個里程不準確啊 所以我賣你比較便宜啊 等等的 有沒有可能有這個狀況 那我們不能一口就斷定 是車行的問題 好 所以無所謂 所以我們現在呢 這個事情 我們就先來找一下 我們上一任的車主 看要怎麼樣的去處理 是要用法律的訴訟啊 還是怎麼樣 我們接下來 我在跟律師討論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這個影片呢 我相信很多嗜血的觀眾 都很喜歡看雪流成河 那我其實也思考了很久 我今天如果不去拍這個影片 我都已經跟莊先處理好了嘛 那是不是我們就乾乾淨淨了 好像風平浪靜 黃塵內一片和氣嘛 不用好像弄得我們賣車有瑕疵啊 還是說我們出包了啊 我覺得這會損害到我們公司的招牌 我就裝作沒事就好了 為什麼我今天出來 跟大家分享這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啊 我覺得原廠的這個紀錄啊 不應該打著這個個資法的一個名義啊 不讓消費者去查 我覺得這非常不對的 因為我並不是要去查 前車主的姓名地址電話 我只想知道說 我的前手這一台車有沒有按時保養啊 最後一次保養是幾公里啊 或者是說 它有沒有換過哪些零件 我沒有必要再換的啊 等等的 那現在的每一間原廠 都不讓消費者去查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順便也提醒各位消費者 監禮站的里程查詢是有盲點的 我假設這台車如果 在2022年驗車之前 都沒有回原廠保養 然後呢 它又在要回監禮站驗車之前調了錶 那麼是不是這一台車的里程 永遠都沒有人知道 那這一次是因為 它之前有在原廠做保養 我們才查到這件事情 小吃出來拍影片這麼久 無非就是希望 大家買二手車是安全透明的 我比任何人都希望 這個里程數是準確無誤的 因為我們經營這麼久的招牌 沒有必要為了一台車子 去影響到我們的商譽 所以說假設以後 如果原廠是可以讓下一任車主 查詢這些資料的 那麼我小吃汽車在第一時間 我在販賣的時候 我也一定會先幫消費者 查好佐證上去 讓大家買的更安心 更輕鬆 我們現在是因為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老是很像偷偷摸摸在做壞事 甚至拜託人家幫我們查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樣子是一個不好的情形 最後這就是小吃 拍這個影片的一個目的啦 就希望讓更多人知道 里程部分還是有灰色地帶的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也希望跟大家分享 如果買到這樣的車子 我們接下來該如何去處理 如果接下來 關於這台車有後續的處理方式 或者是有任何的訴訟 我都會第一時間 分享給大家知道 因為我還去研究 這個跟上一手是怎麼樣去溝通協調 甚至訴訟 或者是可不可以直接 跳過上手再到上上手等等的 當然有很多的消費者一定會問 哪一間車廠直接說出來 但是這不是我拍這影片的目的 我們也還不能很確定說 是這個車行的問題 所以暫時呢 我就先不公佈是哪一個車行 那等後面呢 如果有更確定的狀況 我會再出來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一個 真的是老闆被騙了 的一個過程啦 我們也是會犯錯的 那問題在於說 犯了錯 我們一定會 則無旁貸 第一時間 跳出來 把它圓滿的處理完成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請查詢 我們的影片 請查詢 crip inta 點 點 劈